OK,我们开始吧 你今天吃的什么? 500克12%脂肪的牛肉 三个鸡蛋 再就是这个 125克的这个 白色的蘑菇 还有75克的脂肪 然后最后的话还有一点这个 差不多 二三十克的这个巧克力 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呢? 今天是练背 然后还有十分钟的这个 就是这种鸡蛋车 以及二十分钟的高强度前期的训练 今天睡眠怎么样? 今天在床上睡了四个小时四十九分钟 差不多接近五个小时 中间有一个小时左右是 处于这个清醒或半清醒状态吧 然后再就是 就是白天有差不多两个十分钟左右的睡眠 你今天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工作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产生压力 然后这个压力的话就反而会让我不想去工作 然后这样就有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循环 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就是咖啡因抑制睡眠的这个核心 其实是去让人减少这个睡意 但是它这个身体本身对睡眠这个需求它还是在的 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这种多部手机之间做切换吧 你今天觉得这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记不起来了 你未来想做什么? 写文章然后还有这个发视频 这种给予了 是没了 你觉得呢 我拿出来 哥哥哥 我来kat 你 你 好